各位錶迷你們好 又是我No.7 Watch的豬仔 鏡頭前面一隻就是 萬眾期待 之前豬仔 我想都不記得幾時 應該是有個多兩個月前 我都拍過這隻錶 當時只有一隻驗貨 還是兩隻驗貨 這隻Oren Star灰色 灰Dial的手錶 當時真的很多錶迷問 終於豬仔訂到貨 就是一隻灰色面的Oren Star 這隻灰色面的Oren Star 就是相對比較漂亮的 還有我有時覺得 三針加日曆 再加上 Power Reserve Indigator 簡簡單單有時都很好 不一定是太複雜的錶才漂亮 還有這個錶的打磨造工 真的非常漂亮 好了 我們看看正面 即是側面給大家看看 灰色的錶面 很高級的感覺 因為那些時分深刻度 都是有做一些拉絲的打磨 中間就做拉絲 兩旁就做拋光的 光深的處理 很漂亮 質感很強 我們看看三點位 有一個日力槍 黑盤白字的日力槍 這個日力槍也是套進去 在字面上有一個白色的邊框 然後套進去 邊框是私印的 沒有做金屬的 而六點位置 就有Oren Star的Logo 然後有一個Oren Star Automatic 這個全自動的機械機芯 就有F6N43的機芯 22石的 F6N43的機芯 22石的 21,600的震頻 去到50小時動力儲能 你看到12點位置 就有它的招牌的 Power Reserve Indicator 這個是它的招牌貨 東方很多時候都有 這個線型的日力 動力儲能顯示 而這個主靈的動力顯示 就有非常之好的質量 我自己覺得這個機芯 的敏感度很高 就是因為 你看到現在大概是 10 5 20個小時 power 我一上一圈 其實5圈 5圈多一點點 就已經去到5個小時 其實我上一個轉 就已經是超過1小時 你看到很快 就上到50 power 我一直扭幾下 就上到50 power 所以這個 我自己覺得 還有機芯上發條 很順 那條鏈很順 大家看一下 黑度 造工就是 它用了字釘特紙 整個錶 變得很立體 這個感覺 還有這個灰色的放射性紋 因為灰色的錶面 灰色的錶面其實 灰色的錶都多 但是我發現 擁有藍色的錶 黑色的錶 白色的錶 錶的錶迷 就會比較多 灰色的錶面 你就未必一定有很多 我都會擁有 這個灰色的放射性紋 做得很漂亮 還有那些針 還有收場的劍型的針 時分針也是有做夜光的 我們看看時分針 時分針也是有做夜光的 反而黑度沒有做夜光的 我經常覺得 其實有些高級感的錶 高級一點的錶 反而沒有做夜光的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留意 都是客人那天帶著一隻PP 告訴我 這隻也沒有夜光的 一隻錶PP 大家自己想幾錢 所以我有時覺得 這隻錶 不做黑度的夜光 都有它的原因 整隻錶的感覺很高級 很簡約 再看看錶冠 這隻錶只是做了拉推罐 沒有做螺旋式所錶冠 它做了50M的防水 踢起之後 F6N43機心有停秒 有一個Hacking 停秒功能 好了 向下轉動 就是順時針方向教時間 那豬仔習慣教到六點鐘左右的位置 才教那個日力 不會損壞幾深 教那個日力 就向上轉動 聽到很清脆 聽到很清脆 對了 一個黑盤白紙 我再按進去 大家看看那個 錶殼位置 玻璃錶面 還有藍寶石的玻璃錶面 對了 藍寶石的玻璃錶面 非常之 非常之 漂亮的那個質感 很清澈的那個玻璃 有些角度看 好像沒有玻璃一樣 這個角度看 是不是好像沒有玻璃一樣 沒有裝 以為裝漏了玻璃 很清澈的 這個藍寶石的玻璃錶面 很漂亮 應該做了一個SAR塗層 所以很清澈 很清澈 還有錶圈位置 也是做了一個不鏽鋼光身的錶圈 我們看看 欣賞一下那個錶殼 這個錶腳的打磨 就做了拉絲的打磨 鋸拋鋸 鋸拋鋸拉絲 整個錶的打磨造工 之前擁有過這隻錶 或者其他色的錶迷 就應該知道我說什麼 它做的質感很強很強很強 你看看這個錶腳位置 也是有些打磨 也做到一些打磨的小裝飾 也做了一些介面 令我立體感增加 再看看錶帶方面 錶帶做了一個拉絲的不鏽鋸錶帶 實深的 拉絲的不鏽鋸錶帶 拉絲感也很強 好了 再看看錶扣位置 先看看 錶扣也是做了這個 摺疊式的保險錶扣 摺疊式的保險錶扣 也是做了拉絲的花紋 有寫著orange star 打開就是一個口橋 口橋 不是做了薄橋 做了口橋 好了 再來看看錶底 錶底也很棒 錶底是一個螺旋式陷入的底蓋 最重要寫著 Made in Japan 日本製造的東方星 然後 藍寶石玻璃錶面 一個螺旋式陷入的透視底蓋 Epson 就是它自己自家機心 F6N4機心 這裡寫著五個巴的防水 有一張膠膜 主席就不撕它了 這個透視底蓋 板橋位置 就有魚鱗紋打磨 而這個駝片位置 就是做了日內眼紋打磨 造工也很漂亮 其實真的不差 以這個價錢來計 它超級性價比高 好了 先說一下標徑 這裡有一個藍寶石玻璃的招紙 先說一下 這隻錶的錶徑是42mm的直徑 42mm的直徑 而厚度是11mm 11mm的厚度 這隻錶都不厚 摸下這隻錶也有些質感 如果喜歡灰色的Dial的錶迷 就不要錯過豬仔這次推介了 豬仔有三隻現貨 有三隻現貨 這隻錶我們定價就是 豬仔推介就是2700 2748元 我再看一次 我怕我弄錯匯率 2748元 2748元 沒錯 2748元 上次是2700左右 但因為匯率變動了 但也很便宜 外面應該賣到345元 這隻錶要2748元 如果有興趣的錶迷 可以在手錶的內容 概括內容裡面 找到豬仔WhatsApp電話 可以WhatsApp給豬仔 可以打給豬仔也可以 這隻錶就非常之少 如果要這個價位 貴的當然有 如果這個價位 回來 超值超值超值 密超所值 簡直就是非常之不合理 我經常跟這些錶迷說笑 為什麼 它不合理地便宜 它是 Made in Japan 這樣的打磨造工 藍寶石玻璃錶面 灰色打磨 放射性紋 立體字錶 打磨的立體字錶 接著PowerServe的indigator 都是賣2748元 真的非常之划算 如果有興趣的錶迷 就不要錯過 豬仔有三隻演課 喜歡這隻錶的錶迷 給個讚給豬仔 讚一下豬仔 如果你還沒訂過頻道 記得訂閱 按一下鈴鐺 下次再有新錶出的時候 第一時間通知你 多謝